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谢谢林博士百忙中在晚上深夜 跟我们在空中对话 林博士我刚才提到的东盟在全球地缘政治 以及未来下一个世纪 在这个世纪的越来越重要 它人口7亿多 那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 那这个十个国家 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特色 那每个国家我也发现 每个国家政情也都很复杂 那里面的很多宗教语言族裔 也都非常丰富 那观光资源更是很多 那我们谈到马来西亚 因为马来西亚最近刚因为刚经历另外一波 在2020年的这种所谓的这个 喜来登这个政变之后的另外一波 这个政局动荡不安 所以让大家感觉到这个马来西亚 好像最近在整个政坛 处于非常不安定的一个气氛在 不过我想先请教你 您觉得在东南亚国家 这十个国家里面 我们不要去谈这个 印尼是最大的国家 人口最多上亿 马来西亚虽然人口没有多 有三千多万 但是他的这个服务院也蛮广阔的 你怎么样来看待马来西亚 过去这十年 甚至往前再推个三十年 他整个政经实力在东南亚国家 他呈现什么一个面貌 他的大概的政经实力 比起新加坡 比起这个菲律宾 比起这个泰国越南 印尼 他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实力 你看了 你多看吧 是 马来西亚相对其他的国家来讲 我们会觉得说 他是比较在政情上面 他是比较稳定的 比如像缅甸、柬埔寨 或是等等的那种状况 不过他的稳定 其实是因为他的族群上面来讲 马来人的那个占的绝大多数 大概有因为占大概七成左右 这样子那他主要的主意 那在过去来讲 由自从那个 之前在那个1957年的 那个513事件之后 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族群上面来讲 等于说开始有一个 马来人为优先的一个方向 那其他族群来讲 相对来讲就变成配合 所以他变成是一个 马来人的比较 比较赌道的一个这样的政权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他长期就是之前我们讲说 他是那个以巫统为主的 那个国政嘛 他在那个主导了一个 这样的整个政情这样子 然后当然刚刚那个主持人有提到 在那个2018年 那个首次的政长轮替 以及在那个去年 2019年的时候 那个喜来跟政变 反而看起来好像 好像这5年这212018年以来 盛情商边来讲 好像开始出现一些 的问 比较不稳定的那种状况 这样子啦 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呢 刚刚我们那个 刚刚他其实又换了一个 换了一个信 8月的时候又换了一个信 手这样 原来那个有目的音 这样子 但过去那一段 喜欢这边 可能那个 不少听众呢 观众呢 其实都比较 熟知这一段 但是最新的发展是这样 在9月的时候呢 整个那个 呃 国阵 还有这个西蒙 哦 还有跟着 比如说政府跟反对派人士呢 他们签了一个 签了一个备忘录 哦 签了一个合同这样 这个希望呢 能够那个达到一些协议 这个大概是 马来西亚首次以来哦 那个在野党跟那个执政党呢 能够哦 签下这种协议啦 这个协议他们把它叫做 信任跟 信任或 信任跟攻击的协议 哦 或是说把它变成 政治改革被忘录 类似像这样子 哦 然后它前面有几个重点 其实 很 重点其实大概 其他一些 有时候能想的 比如说 你们经济改革啊 什么 司法独立啊 等等 两个东西 我觉得可以提醒大家 来注意一下 第一个是所谓的反跳槽法 要立法 想要通过 为什么是反跳槽法 这个在其他民主国家里面了 包含台湾在内 我们只好听到所谓的反跳 那其实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国政啊 西蒙啊 这其实是两个比较大的那种联盟 它其实是政党联盟 也就是它选举的时候呢 它是好几个政党 然后他们结盟在一起 我们比较相近 所以基本上会这样 所以说当 当2018年的时候 西蒙能够获得盛选 然后产生了一个 这样一个改朝万代 但是其中一个里面的那个 叫做是马哈迪的政党 利用牧丁的政党 土著团结党 造成分裂 所以造成了那个 马哈迪的那种说 那我要辞辞 结果这个部分的 那个土著团结党 就跳槽到那个 跳槽到那个国政这边来 跟巫统呢 就那个变成那个 重新结盟在一起 大家就会说 啊这怎么是这种状况 所谓的喜来登政变 就是这样跑出来 没有经过一个选举 然后竟然能够 变成执政党 执政联盟变成再联盟 再美联盟变成执政联盟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不过经历过这样之后呢 这个两边目前来讲 执政的以巫统为首的 那个国政跟那个 呃跟那个 跟那个公正党啊 行动党啊 等等的一些 那个反对的联盟呢 他们在这个 切署了这样的一个协议哦 能够希望能够有这样 产生的反跳槽法 这个也就是说 不要因为我要拉里面的人呢 站到我这边来 给一些什么官位啊 职位啊 如何的买收你这样 你完全那个否定了那个嘛 选民对你的支持这样子 结果本来是选你在这一档 结果你换到这一档 变成这样子 所以其实在1978年的时候 那个 资深的在野的那个 呃 呃 华人的那个反对党人士 他其实在1978年就提出这个 但是每次选举 每次有人提出 那一直到 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协议 双方的协议 把它列入 而且他们还把它公布在议会 国会里面的那个网页上面 表示说就是公开的 啊 而且是要去 要去做的这样子 那第二个呢 要请大家来 不要 提到注意 呃 提到注意的 第二个 哎 第二个要请大家那个 提到注意的就是说 这个 他们会有一个 呃 限定首相 不要超过十年 啊 限定首相不要超过十年 因为你看看像马拉蒂 当然那么久 哦 他们希望能够将这个首相任期 不要超过十年 然后第三 第三个 也蛮有趣的 就是说 政府会设立一个 十个 朝野的代表 啊 每两周至少开一次会 共同制定协商监督 条款 哎 看起来好像 呃 以马拉蒂为主的这样的一个 呃 比较 霸权性的政党 哦 然后开始好像要跟反对党 做一些 呃 呃 不是那么对立的事情 能够结盟相互这样 而且要获得像比如说很 那个 非常非常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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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那个行动能力 非常好的像行动党 米索林冠英啊 哦 等等 哦 的人的一些签署啊 哦 所以在我看来的话 可能 经经历过将近三年多来的这样子的 纷争 加上疫情的 呃 的那混乱呢 所以说可能哦 这个就是在 呃 可见了未来哦 呃 他们希望能够 建立一个这样的协商关系 而且要希望在2022年 2月之前 不要人吗 改选国会的这样的一个 动作出来 所以就这样说 他是不是又要回到重新的 会不会产生一个像北欧一样的 大联盟政府这样的一个态度呢 这个我们还必须要再来看 不过你刚才提到说 这一次所谓的一个所谓的信任 所谓的我们怎么讲 政治改革的备忘录 其中一样就是说这个 限定首相不得超过 任用不能超过十年 那但这个好像感觉针对 马拉利这个 马拉利这个前首相呢 在马来西亚有很高的这种声望 事实上在国际间也非常的 这个瞩目 他还曾经在国际媒体里面 曾经也非常 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人物 那马拉利在魏 其实之前第一任好像22年 第二任2018年又担任了两年 所以从前前后后 他才现年96岁 他前前后后在马来西亚 主政将近24年 这是很难看到的一个景况 所以这个条款会不会是说 在针对马拉利来 特别来限定 这是第一点 我想问你 第二点问你说 谈到马拉利这个人 马来西亚过去是30年的 整个的发展 让这个国家整个国力提升 整个政经实力提升 或者整个更现代化 马拉利是不是说功不可没 他是不是有很大的贡献在 关于第一点 因为马拉利已经90多岁了 所以称里强简 他大概没有办法 就算当首相 也没办法再当个十年了 可能也不太可能这样 加加上他的一些土著团领长 大家知道 他也是像是变色龙一样 对对对对 换来换去的 对换来换去 你要再能够这样出来 我想2018年 他有他很多的这样的背景 那样的背景就是说 马来人某些部分 跟那个非马来人的势力 能够结合 这些马来人 当然就是以这个马来利为主的 这样的一个少部分的马来人 所以说才能够 产生一个首次的增长能力 但是这种情况 在往后呢 是不是会继续发生 马来人在我们研究看来就好 他还是有马来人族群主义 民族主义的情况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他是不是有办法 能够有一个主流的 族群能够做出一个大姐 伸出橄榄枝的这样的动作呢 那这次的那个 那个伊斯曼 这个总理的他的这样做法 似乎有一个这样的味道 那我们回过来看看 马拉底的功过 我相信他 应该有很多的媒体 不管是在地的 或是国际的 都应该早就要准备好说 要当某一天的时候 马拉底有什么声唱两段之后 那个功过评论呢 都准备要出来 因为大家都 都会有准备这样的东西 就我个人看来的话 他其实在 他担任首相 担任首相之后 他其实放缓 某些程度的情况 他放缓了那个新经济政策 在新经济政策的 1970年代的这个新经济政策 其实是大举的将 华人的经济势力呢 能够将他那个 粉碎他这样 所以说马来西亚 那个华人富豪啊 郭鹤年啊 他都气得要吃 一直到他前几年 那个出那个自传的时候呢 还一直耿耿于怀 这个人家说 你就是因为这样的 逼我到香港上市去这样 将我整个那个重点啊 和那个holding company呢 把它移出这样子 所以我相信很多的 华人在 对我讲是 是在 马来西亚是 真的心有一种 那种很生痛的感觉 但马来西亚在这 在这时候呢 他似乎在那个 80年代之后 稍稍泛缓一个这样 这个东西 然后也将 那个整个那个 派系的财经势力呢 做一些重分化 提过 然后也比较提出一个 比较 比较具规模的一个 经济发展的一个 建设的方向 所以长期来讲的话 当然他 当然他有一段时间 他是那个 在刚好 98年金融风暴 他也是第一个 跳起来说 我要反抗 反抗那个 IF的这样的 完全叫我 就范的做法 不像韩 相对来讲 韩国是完全 完全接受 这样 但马来西亚不接受 他当然有他的一个 国家主权的那种 的这样 这样的味道 味道起来这样 在当时候来讲的话 算是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反应 所以也难怪 他就像您刚刚所讲 他具有国内 跟国际的深化 所以在他 长期的处政之下 马来西亚的 那个经济成长 是逐渐再提高了 能够从在过去 那个 十二十千块美金 一直生成 那个能够到了 八九千块美金 这样是有那个 加倍在增长 所以他是 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 他确实是有贡献的 不过台湾马拉第 我们稍后还会再谈到 不过我想先谈一下 前首相 这个穆尤丁 这个穆尤丁 他就是因为 这个新冠疫情 这个 好像处理的不是很好 这个招致很多 异品 然后才让伊斯麦 能够上来 那这个东南亚国家 是不是碰到 这一次的这个 pandemic 这种COVID-19 是不是整个处理上面的话 有点 这个荒腔走板 有点不知所措 是不是因为疫苗 没有了关系 我想这个其实 也说复杂也不够 说不复杂也不复杂 因为整个那个 公共医疗 或是医疗能量 在东南亚来讲的话 除了新加坡之外 其他相对来讲 都是比较缺乏的 就是相对来讲 是比较缺乏 所以它一旦 你看即使像西方 像德国啊 像美国啊 忽然一旦那种大爆发的时候 像英国啊 几乎就是崩溃 更何况像比较 那个资源没这么 这么充足的东南亚国家 那第二个呢 当然就是说 他们也没有办法 能够马上的那么 下定决定说 我就要lock down 整个那个城市 就把它封锁起来 那马来西亚很大的原因 它在那个2020年的时候呢 在2019年 等于说末期 到2020年的初期的时候呢 在1月的时候呢 还算控制得不错 然后它只是有零星这样子发生 大部分都是外来进来 可是就是因为内部的问题 像比如说 可能一些比较了解的观众 都能够知道说 在2020年 二十七到三一号之间 那很很重大的一个突破点 就是什么 其中央大城堡的那个清晨市 办了那个年度的朝圣 朝圣的活动 对那高达有一万六千人 其中一千五百人左右呢 是从那个其他邻国 澳洲新加坡东内亚 其他国家来 然后你知道那个不管是任何的宗教性的聚会 都是摩肩插走共同吃穿这样子 所以这个产生的疫情大爆发 虽然很快的又马上又在控制好 马上那个又在稍微那个整个强力的 那个限制之下 可是马上紧接的政治因素跑出来 沙巴的选举 2020年去年的9月12号26号 这样沙巴选举 哇 本来沙巴那边还是零星 因为他有东马跟西马 东马可能报了很多 但西马来讲的话 相对来讲 就是严格 他们他们那个东 那个西马人要到东马去的话 其实也是类似这样 要到去国外的那种感觉 必须要坚守一些怎么样的 那个隔离规定啊 或者是怎样 可是因为选举期间 那个两边的那个政党 就有朝野人物啊 平凡的过去 平凡过去 结果把东马带过去 然后又有一些 又一些那个选民要回去投票 然后就造成了这样 东马跟西马的这样子 那个人员的移动 就搞得当时候 慕尤丁啊等等 还让那个总理署的 鼠里那个部长 他就是确诊 还让 还因为跟他有所接触呢 还要被隔离 隔离了14天 所以说在这个马来西亚这样的 区民的这样一个状况 除了说医疗公共 公共卫生方面来讲的 那个能量不足之外 这个政治因素 还有这个宗教因素呢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这样的 也是一个这样的原因 所以汲取了这样的教训 汲取了这样的教训 像那个沙劳月啊 那个又要准备啊 应该不是沙劳月 应该说应该是最近啊 最近 最近两个州 要举行那个 举行的地方 八六甲州 要举行的地方 议员的选举啊 像那个他们卫生部呢 就说你那个 不可以进行 那个选举性活动 可以选举 但是你不可以有竞选活动 这样 朝联人是这样 那这样我们怎么选 那甚至还到明年来讲 像那个去年的沙劳月的地方 选举呢 就被 就被那个 就被延起 就被延起啦 这样子啦 他说其实是 想要 虽然是在八月一号到期 就是说那个 在上半年 上半年的那个 紧急命令 然后 那个在八月一号到期 但是要将 沙劳月警 终于延堂到 那个 2022年的二月啊 因为是说 要暂停 沙劳月选举 避免像沙巴 那样的情况 再次的让人出现 这样子啊 所以说 大家还是要在什么 就是台湾长脚 滚动式的修正 不能再重蹈覆策 这样子啊 马来西亚不愿意 封城或封国 是不是因为马来西亚 也基本上很依赖 外来观光客的资源 所以基本上 不太愿意 断人做这种决定 其实他们是有封城 也有封国 但是 就像您刚刚所讲的 那个外来观光啊 还有进出口啊 等等啊 其实都是 都是马来西亚的命脉 就是说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说搞得 国内经济 是很糟糕 所以他们甚至在那个 甚至他们在什么时候啊 在那个 摸尤丁的下来啊 在下台 其实就跟这个有关系 因为封得太 太严重 他一度把他控制得很好 所以说呢 他们在那个 民间呢 因为 长期的封锁 大家都都没办法 生计就困难 所以那 在去 在那个今年七月 在七月初都发起 那个什么 去年七月初啦 就发 对 今年七月都发起 那个白旗运动啊 也就是说 不行了 对于疫情我不行了 我举白旗的 如果大家 还有任何的补充资源资料的话 可以捐赠给我这样子啊 搞得天怒能愿的这样 这表示什么 政府没有办法协助人民能够度过这样的生活的话 所以沐游丁的那个神王就一下子这样 就这样掉下来 然后巫统呢 就是说我不支持你了这样子啊 然后因为他小党嘛 他也只好灰斗独裂地下来 当然他们那个 在那个国阵的联盟当中呢 其实 巫统其实也不服气了 你为什么不任命的新手 那个副首相啊 那副首相也是到七月的时候 才任命现任的首相啊 当一麦四当副首相啊 那几个那个部长等等 你要分给我们 其实他们因为多党联盟嘛 然后大家就是选完之后就在分赞啊 分赞什么职位 什么职位 这样子啊 所以也搞得 所以沐游丁也是因为这样子的 而下台 所以防疫不力 特别是防疫不力 然后呢 那个同个联盟的同志呢 背后 背后那个 背后插件 背后捅了好大一刀这样子啊 然后就灰头土脸这样下来 连那个 连那个 连那个什么 连那个苏丹啊 马来西亚的元首啊 都以胜有为辞 说你那个署理组长 那个总理府 总理府的署理 署理那个部长呢 欺骗了我这样子 让我那个 这个那个紧急状态呢 搞了这么久这样子啊 所以你看连苏丹都搞得这样 都都搞得生气的这样 他不下台 也没有其他 其他第二部 这样子 不过我们已经八月份下台 倒是这个 出乎大家一点意料之外 因为时间很短 不过提到他之前 我们我想提一段过往啊 就是说这个马拉底主政 那么多年 这个马来西亚在他的任内呢 也慢慢的很有很有成长 各方面政经实力 也受到国际间的瞩目 但是也在他任内啊 等于说是终结掉了 这个所谓的政党轮替的事情 但是他之后 他之后呢 又又又担任一次的首相 所以说这个自己人 你刚才也提到 马拉底之间其实也是变色龙啊 他在政党之间游离来游离去 光马来西亚 我看了一下将近60个政党啊 所以一下很多联盟 有希望联盟 有国民政线 有国民联盟 就搞得大家这个都不太清楚 我想请教一个就是说 其实马拉底跟安华 前副首相安华之间的一些恩怨 还有就是说他上一次 第二次当首相往下卸任的时候 他为什么没有如外传 或是他自己所提的 把这个首相的位置给安华 然后反而是给了这个游牧丁 为什么呢 其实说但就像您所讲的 安华跟那个马拉底之间的 那个恩怨已经长达 那个二三十年的这样子 他本来可能是一个 是一个接班人的 这样的态势来做 其实在那个马拉底 在那个之前在担任首相的时候 也是有一个这样的态势 可是上号不晓得怎么样 两个人呢 还是各有一个计算 你接班人太笃定的时候呢 那你现任的呢 比如说那个老师王 跟那个新师王呢 对不对 我是要 我是要那个船位给你 没有错啊 但是你好像有点过分的这样子 然后就是将来就是我 将来就是我 就好像我们在那个看到 大陆所演的很多的宫廷剧嘛 对不对 太子如果锋芒太肉的话呢 造成了那个原有的 那个皇帝的那种猜疑之心这样 然后其他 加上他们又是 你刚刚所讲 政党联盟这种状况 加上安华呢 又有一点那个华人这样的血统 这个地方必须要用马拉帝呢 来补助他这样子 可是安华又太过 又太过说 笃定说那一定就是我 其实在我看来 在2018年的时候呢 也是有类似这样 就像刚刚所讲 那个 马拉帝也是说 我 我会 就会那个 你就是我的接班人 这样子 安华确实也是这样 哇哇哇哇 这样子 开始赢这种态势 然后当副手这样的时候 其实在他 在做很多事情 其实也都很强势 因为我就是未来的首相 这样来做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当然你看 那当然土著团结党里面 那你是我们的党首 然后下一届的首相呢 不是我们这样子 然后在分这些职位的时候 我们好像没办法 占什么太大的便宜 好像 那个像公正党 行政党 行动党等等 他们要拿的比较多 这样子 那在这种职位上面 这种分账的问题 就谈不容 那谈不容的时候呢 安华当然就会被 安华大际就被攻击 那马拉帝想说 我为了要自己 能够延续下去的话 是不是也要做一些 抽回这样一个动作 果然是这样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 他是不断的重演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对公正党来讲的话呢 他并不像一般的 民主国家当中 他的族群之间的 对抗的差异 还是相当的严重 那你觉得他这个 所谓族群那么复杂 对整个政治的发展 会不会未来 会产生很多理由 那像刚才提到 那个马拉帝 跟这个慕尤丁 其实他们之间 之前是所谓的 这个长官队下属 后来又有同僚的关系 后来又有政治盟友的关系 后来变成政治对手的关系 像安华也是有一点这样 安华跟马拉帝之间 本来也是长官跟下属之间的关系 也是一个政治盟友 但是后来也是 大家搞得不欢而散 所以说你觉得这个 马来西亚特有的这种 多政党 还有他的这种多族裔 还有以马来西亚至上的 这种概念 会不会影响到 未来马来西亚 整个国家的发展 是啊 他还是会影响到 那以简单来讲 像比如说 马来西亚经济 其实呢 它大概大分成两个区块 一个是由政府 跟政府相关的 所谓的GLC 跟政府挂上钩的企业 叫government linkage companies这样 那这个像我们之前 不是在那个 印马的基金的 那个事情 其实很多是这样 它还有其他的 其他的这样的政府基金 而且那个 可是你政府没有要管 这是一个区块 大部分来讲 都是拿到政府特许权的 所以他们可以 因为他们特许 所以能够赚到 很多的钱 这是在 简单来讲 你可能就是官商勾结的 这一块 但是另外一块 很大部分是民间企业 那个华人在主导的 这样的一个民间经济的 一个这样的发展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你看 在一个民间企业 华人的那种声音 没有办法被完全充分的 代表的时候呢 政商 政经之间的不平衡 产生了一个 其实因为族群的语音 产生一个政经的 这样一个不平衡 这要怎么样 你能够融合在一起 这个在我目前来讲的话 几乎是无解 在那个麻烦人至上 麻烦人至上的这种想法 真的 你可以想说 像我有一年 我们每年 很早我们东南亚学习 都会办国际研导会 有一年有一个 那个麻烦西亚 非常非常 那个反正就是 非常好的大学 大家暗示一下就知道 他来讲说 他也是参加一个活动 当然他是华人 这个学者朋友华人 他说 你知道我们校长 我们校长竟然在 竟然在那个 笑话的场上 跟他说 我们要怎么样 维护马来人的特权 绝对不能放 那当然他觉得义愤贴硬 对我们 如果台湾人来讲 奇怪 主流民族 要维护主流民族的特权 你怎么不是帮助 那个怎么样 少数族裔的 怎么样 协助他们 就像美国 那个affirmative action 这样的一个做法 为什么是 主流族裙强调 比如说 你那个台湾 如果讲说 我要强调 什么福老 沙文主义 那个 那个怎么样 那个 讲福建话的人 自上的话 那开玩笑 所有人都 一起来攻击你 对不对 你是主流族裙 你最 你占最多资源 那什么 你还要维护 你还要有特权 你本身的人数多 占领 占的位置 你就是有特权 你应该来想要来分享 你大哥才有办法分享 小弟怎么要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在这种的 马来人治上 情况不变的话 很多的华人呢 不愿意当在马来西亚 不用 当然不用讲 这样的念大学 也有所谓的 那 quota 字 这样 我们叫 固大字 对不对 但这个很大的原因 很多 很多的 优秀的 马来西亚 华人 他 他没有办法 透过这样一个教育 读国内的大学 能够 能够 产生一个社会流动 所以 为了马来西亚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 所谓的 华文独立中学 这样的一个体制 在其他世界各国 很少有看到这样的状况 这就是这样 而且还有一个 我也观察到一个 非常有趣的现象 华人的 占比 是 马来西亚人口是有在上升 总人口在上升 但是华人的 那个人口的占比 在下降当中 从过去的27%将近 或是33% 占后33%左右 甚至 可能没有多 大概30%到28% 到现在 我最近查了一下 他们的统计局 这样 如果有调查猪群 现在已经 掉到23%左右 华人 差距很大 差距很大 所以那 很显然 像我们在台湾 其实很明显感到 很多的马来西亚籍 像比如说我们 那个高兽市的 陈其迈市长的夫人 他就是马来西亚籍的医生 他从马来西亚来台湾 读医学院 然后留在台湾服务 我身边的好多医生朋友 五个医生里面 大概就 大概就 我认识的可能没有那么多 但是我恰巧就碰到 三位马来西亚籍的医生 这样子 就那么恰巧 比例来我认识的医生不多 马上里面就有三位 所以再加上我们学校 有一些马来西亚的 那个强生 他们 我问了十位 他说我不回去 没有希望 我不回去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让呢 优秀的华人 没有办法留在本国使用 这长期来讲 绝对是对马来西亚 经济发展 是一个很不好 很不好的情况 不然来讲的话 以马来西亚 你看 他是在东南亚里面 很早就开始采取 那个自由经济市场的活动 而且没有什么 照理说 他的应该来讲 发展的 要很快才对 他天然之夜也丰富 那个西方的投资也很早 对 像比如说 槟城那边 好多的那个 好多的那个西方的电子公司 半导理公司 照理说来讲 他应该早要 变成这样东方的戏骨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态势 可他为什么 国力来讲的话 GDP来讲 全世界来讲的话 还没有办法 大概都在35 36左右 然后世界的那个 我看那个 什么世界竞争力的报告 排名 大概最高19 然后大概都是在 20几 25 26这样子 台湾至少都还在明年前 这样子 那跟新加坡来比的话 又更 想象更大 所以这是一个 没有办法让优秀的华人 为本地所用 这个是一个制度上面的 逼使这些人出走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惜的地方 那当然也希望 这次的这样大和解 能够布向一些 希望的种子在这里面 你刚才提到一点 我倒是蛮有兴趣 想再继续追问 就是说你说 冰城或是马来西亚 没办法成为 所谓的东方的戏骨 那看起来 依照您的分析的话 就是说 马来西亚政府 它没办法 用开放的心态 去接纳 各式多多样的人种 来丰富这个国家 来注意这个国家 像你刚才提到 马来西亚华人 乔森到台湾念书 他认为 死不得不愿意回马来西亚 他认为没有发展 包括在政治 在经济上面 根本没办法发展 包括在囚续上面 都受到一些限制 这是不是 已经没有办法 再突破的事情 这个如果说 没有办法 如果以升学来讲 如果没有办法 在固打制这个地方 能够把它做一些解除 他近几年来 我所了解的 他反而还加强 强化这个固打制这样 那马来西亚人 升学的管道 更加的上纵 华人更加困难这样 那这是一个 很糟糕的做法 可是却又这样子做了 那在那个经济这方面来讲 当然近几年你说他 其实很有趣的 我们在做印尼跟马来西亚的 相对来讲 印尼是一个 一样多种族 但是他却没有强调 爪哇人之上 他们是吗 Divided by United 但是相反来讲的话 马来西亚的 口号上面的 讲是United But Divided 他好相反 对啊 刚好相反 所以他 他在马来西亚的 这样一个状况 我们现在是 多种族啊 多元啊 等等这样 看起来是很好 可是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最近 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之前 不是讲说 那个 马来西亚有 那个第二家园的 那种 养老退休的计划 这样子啦 吸引了很多 大陆啊 日本啊 然后还有香港人啊 来去参加 这样 可是呢 他这个并不是 移民计划 他就只是给你 居留权 也就是FISA 像原来在 从他1990年开始 到2000 到从2002年 开始的时候呢 他把他的居留时间 可以让你有 十年的时间 其实相当不错 等于 等于说你有 那个长期居留证 那还不是永久居留证 十年 但是在今年 在今年 他就是不要让你 真正的移民的 移民的条件 有没有更高 他说 你就住在了这边 然后你有存款多少 来到我们 他有一些规定 比如说30万马币啊 你要多少 然后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 每月的海外收入啊 要有那个 一万马币啊 等等的 这样 可是在2019年的时候 因为疫情原因 暂停这样 做法 然后之后呢 重新开始 8月 8月12号 8月应该说 8月12号吧 也就是说 再任务游丁呢 下台的前五天 然后 他们内政部长 就开始讲说 我们要重启 但是 那个条件呢 变高了 这样子啊 条件就变高 比如说 你那个固定存 定存呢 你什么 从那个 刚刚所讲的 那个 比如说 就马币呢 你的定存呢 就要提高到 三倍这样 那三倍啊 三倍啊 那你的那个 海外的收入呢 本来是一万块嘛 他说对不起 要四万块这样 提高了四倍这样 哎 这是多少年 这个 如果说是四万马币的话 我们算一下 大概是要 大概是要 两万四 两万四 两千四百美啊 每个月 每个月啊 每个月 你要两千四百美的收入啊 这个 这个算是 水准还蛮高的啊 也就是说 他要你的钱进来 但是你就是 好好当你的育工 好好你在养老 然后现在呢 都更不欢迎了 你钱要更多 然后呢 我那个规定了 那那个居留权的时间 也变只剩下五年 本来你一个人 一个人 你一个人来 然后跟带两个人 他不会再另外 这样子教你一个 多存款啊 或是干嘛 你现在多一个人 要多五千 要多钱了 这样啊 存款要变多啊 也就是说 他在开始做一个 你 我们看到很多的 他的讲法说 我们是多元 我们是融合 这样 但是他其实是 多元但分散 而且是以马来人为 以马来人为主 所以说你 通常来讲 你如果到那边去 按照刚刚所讲的 那种第二家园 这样过去 你就是来做客 你就是来增加消费 你就是把钱 带到这边来 这样的作用 显然的 他并没有把你示威 说你要融入我们 这个这样的地方 这样的政策实在 太过明显了 对外国人来讲 就是情何一看 这样子 这个你要稍后一点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因为我们有个子题 就谈论这个事情 不过是谈论这个 在马来西亚正行的时候 我想最后想请教你 因为现在的 伊斯麦这个首相 他也不是这个 希望联盟 也不是国政 也不是国民联盟的 那明年的大选 明年的国会大选里面 你觉得希望联盟 跟现在的这个国政 或是说国民联盟之间的交进会怎么样 那希望联盟有没有可能在卷堵重来 重演上一次的所谓的政党轮替的可能性 那我们先从他的那个上一次的那个选举来看 他其实大部分来讲 那个就是反对派的人士 反对阵营能够获胜或是没有受到过半 通常来讲的话 就是那个执政党这种样的物理反 才有可能让那个 让那个在野联盟能够得失 那所以在2018年很明显 就是土著团结党部分的马来人 马来人大概有百分 估计了大概有23%到24%的马来人投票给西蒙 但是当时候有马哈地亚 然后有土著团结党等等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比较偏向 那个和解的一个跟华人或非马来人政党 结盟了这样的一个态势 那这是有当时候这样一个的这样的因素 但是在下一次的选举会不会是这样 你看土著团那两年出来了 然后那个 然后那个 武统国政 他们他们在跟这个西蒙 刚刚才9月在签了一个这样的合约 然后还要搞了一个所谓的反反跳槽法 这个这个到底是要做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 大家都是争取 你不要挖我 我也不要挖你 大家也不要倒来倒去 然后我们就看看老百姓是怎么样 但是你如果说 刚刚我讲了 如果说我们你说以你学来投票的话 那当然马来西亚 马来人文居多嘛 那你这样一选下来的话 当然非马来人 大概就是 所在的那个位置 大概就不会震动 除非要结成所谓的大联盟政府 不然的话呢 我会觉得西蒙 其实不太可能会获胜 但是马来西亚 就像你刚刚所讲 它很多让人家意外的情况发生 天晓得哪一个小党 在国政里面的哪一个小党 不会跳出来跟反目 然后加入这兵西盟这样子 天晓得真的是不知道 马来西亚的政治 因为这么多的政党 两大联盟 搞得大家都非常在惊奇这样子 所以这个国政联盟 跟这个希望联盟 到底明年国会大选会怎么样 其实我们以后 等真正大选靠近的时候 还可以再请这个教授 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 不过每个国家 因为国内的政局的问题 也会影响它对外的一些关系 还有一些这个国防政策的事情 那我们因为马来西亚 也算是等于南海的 这个七个绳索国其中之一 所以它在南海 它也有发言权 那我们谈论马来西亚的一些政情 总是必须要谈一谈 最近这个东盟峰会 刚刚正在召开当中 那这个美国总统拜登 这个亲自出席 透过视线 那中国是派出这个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出席 那在中美两强 现在正在较劲当中的时候 东盟这一块 那么大的一个市场 跟尤其涉及到 所谓的南海这一块海域 显得非常重要 中国也在抓 美国也在抓 所以我想就是 接下来 我们这个议题 就想请教一下 林主任 就是说在整个中美博弈当中 东盟这一块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在中美之间 到底它是不是 还是持中立 还是说它已经心有所属的 已经靠向哪一边 是 以阿西亚来讲 阿西亚主要的做法 就是说 他们就是 其实就是什么 那个叫做不结盟国家 这样子 我不偏中 也不美 反正不管是过去的冷战 或是现在所谓的新冷战 他不想要直接 不直接的 叫做选边战 这样子 如果一来选边战的话 一定会遭上 因为他们刚好就夹在中间 以印太战略来讲 在一带一路 南海这个地方 东南亚这个地方 就是什么 双方短兵校界的地方 这样子 所以这是不只是战略 也是一个经济成长 这边有很多的 那个中国大陆企业 以及那个西方的企业 来到这边 所以 以马来西亚来讲的话 它长期来讲 它其实是怎么样 它叫 安静外交 不太宣扬 即使我跟中国 跟美国有怎么样的大冲突 我不太愿意宣扬 特别是在那个冲突的部分 不太愿意去讲这些 这样的出来 那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说 东盟强调了所谓的共识权 他们就是说 如果要成立一个 要有怎么样的一个备忘录 然后要有什么 要有什么的宣言 必须要大家都同意 这样 而且 第二个原因就是不干涉 我们各自的内政 你的个别外交是如何 那没关系 但是 你不要管我 不要管你 但是就像你讲 现在正在开玩 那个东盟高峰会 是首次那个没有邀请 那个缅甸的代表 当然去年那个 缅甸来的那个政变 使得 搞得大家都很生气 特别是像新加坡 印尼 等等都觉得说 觉得说必须要做出 强烈的反应出来 这样 所以今年的那个 温暖的地主国呢 就能说 那就不邀请了 这样 这倒是首次第一样 第一次的这样一个 出现这种 出现这种状况 第二个是说 那马来西亚 他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到底是 他就不会去想要 明显说 我一定要 这其实有点像 那个double hedge 我两边我都想要 得到 两边我都要 做避险的这样的动作 我希望能够 两边得力 但是现在 在两边的印太策略 跟印太路呢 就在我家门前 甚至包括我自己 都在的当中呢 所以很难去避免 那个表态某些事情 好 特别是在 像之前的 那个 美英奥的 这个 阿库斯的 阿库斯的 他们的这样的一个 像马来西亚反应就很大 马来西亚的反应很大 他很大说 你这样子会引起 我们这边的 地方的 那个安全的立体 我们这边 其实已经在这种情况 已经够复杂 你还把核子动力潜品 放到我们这边来的话 你会让我们这边的这种情况 越来越来越不惊事 所以 他们的那个 先人的外交部长 他就讲了说 我们要平衡两边的强权 两边的权力 必须要平衡 那你平衡的话 你马来西亚是 某种程度来讲的话 双边可能要做一个 所谓的等级外交 他想要做这样子 可是呢 他又不能再放弃 跟中国大陆的 中国的这样的交往 毕竟有很多的经济利益 还包含了双边 长期以来 开始蛮不错的这样的邦交 更换像比如说 那个之前马拉利上台 那个2018年上台的时候 马上把那个前朝 纳吉的那个高速铁路啊 东南岸铁路啊 直接就停了 那是中共的 以代路的 很大的一个 那个标杆的一个计划 可是在去年 在去年的那个三月的时候呢 纳吉政府上海的时候呢 都开始重谈 但不是谈这一段 谈从那个马六甲这边 一直要到 比如说是连通那个 马六甲海峡 跟那个南海岸这部分的 这一段 要开始在谈说 我们要建这个 这样的快点 比如说 他在文文程度来讲的话 马来西亚在做的 对外来讲 他其实想要做一个 正经分离的这种做法 经济要很好 政治来讲的话呢 我两边也都要谈好 欢迎大家来投资 可是 有一件事 可是就像 就像刚刚所讲 这个事情呢 会浅见进来的话呢 那中国的那个 的那个力量 军事武力 会不会这样进来 所以 所以 所以那个 今年像六月啊 好像今年六月的时候啊 那个 解放军的那个空军啊 就派了16架的 那个 战术编组 就飞到了 那个南康岸礁 这个是在那个 那个沙拉越外面 大概只有 大概60海里的地方 还蛮近的哦 还蛮近的 不到200公里 这个地方 已经算是 所谓的经济海域 这样 这样的地方了 那在这边 然后 然后那个 马来西亚空军呢 就是呢 做一些自治的 这样一个动作 这样子了 这个 其实已经 在九月的时候 又发生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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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大陆的船舰啊 又到那个中边 桌边 在 在 在那个 巡查一下 也引起了 那个马来西亚这样的抗力 所以马来西亚是蛮紧张的 因为他夹在这两墙当中 你一方如果升高的话 另外一方的升高 他就夹在这边 他被 被逼的 他 我们这边就开始变成不稳定了 这样子啊 这并不是 那个 马来西亚 所 乐见的 乐见的一个 这样一个做法 不过 这个口头上面来讲的话 虽然跟大陆来讲 他要把这个两样的关系 可对口头上面来讲 你都 那个用 台湾的讲法 就是什么 七门踏户 都跑到我家后院 这边 不是后院 前院这边来的话 我当然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啊 对 像总理 因为史达哥讲说 我们维护国家主权 当然是第一啊 任何人 任何外国人 都不可以侵略 我们一定会做出 任何的反应 这样出来 对啊 他一定是要 是这样表态 那我看这个 还有很多 私底下的 很多的 谈判动作 还必须要 还必须要跟 双方 双方 来那个 好好协调的话 有时候来讲的话 这些动作来讲 在外交来讲的话 有很多事情 是只做知识 但是实际上面来讲的话呢 给你面 那理直是给我 这样 大家要怎么样 有个默契 心知肚明就好 这样子 这个可能就 可能我想 可能会类似像这样 双方 你过来这样 我总要给你的态度 那马来西亚 我总要表态一下 这样地方 这样子 在私底下 大家还会在台面上面 好好地去协调 不要太过关 要有分寸 或者是怎么样 这样子 不过你刚才提到 一个重点 就是说 这个马来西亚 包括东西 其实在印太联盟 跟所谓的 中国大陆的 一带一路的 这种冲击之下 刚好在一个 一个点上面 还有加上上一次 这个拜登邀集 这个印度 澳大利亚 还有日本 成立着跨的 四方会谈 那现在美国 英国又跟澳大利亚 成立所谓的 这个ACUS 这个三方的 一个军事联盟也好 军事同盟也好 所以东盟 这些国家 尤其包括马来西亚 会不会当初 在美国以首的 这样一个动作之下 有点吃味 等于说 你等于冷落了东西 这块 我们那么样的重要 那么多人口 那么样的大一市场 又占据南海这个地方 马六甲海峡 然后当然 我们没有受到 你的青睐 这样我想一下 我想东盟应该 东盟或东协 他们应该不会 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他们常常讲 要保持一个 第三方中立的 这样的态度 外人 一个不局的国家 这样 你们查好了 我要当局外人 这样子 但是呢 我局外人的话 我能够怎么样 能够双方 你们都要争取我 那你们都要给我好处 实际上我想说 如果说今天美国 能说我要派个盒子 东尼田顶了 然后放在 放在那个 那个 马六甲港 好了这样子 马来西亚 大概铁定拒绝 铁定拒绝 你在军援 我再多 我也不要这样子 这会引起当地区域上面 就奔 像印尼 如果说你现在美军 要驻军到印尼 印尼可能也会跳起来 这个你不是要 陷我于 陷我于不义吗 那中国大陆 会不会跑去 柬埔寨那边呢 在那个深水港 再驻一个舰队 在这边 那这样的话 本来你是在 我们的相关无事 现在变在 我们这边要打仗 这样子 这样好吗 这样子 所以在东盟的 立场来讲的话 希望大家都 好好做着谈 不要来 只要能够谈 只要能够做的呢 大家都很 至少都有推诺 可以做 最怕就是怎么样 大家不给互相 对方台阶下 那我想 东盟其实他们 想要做的事情 其实就类似这样 像比如说 像新加坡 不是美军 你们举行 那个香格里达的会来 这样居母的会谈吗 其实美方会过来 中方也会过来 大家只要你愿意来谈 就怕你不来谈 没有直接对话的空间 那就 那就把他反了 这样子 我想东盟想要发挥 大概就是 类似像这样 他想要做 这样的一个 调停人的态度 特别像印尼 像新加坡 都有这样的一个 雄心壮志 想要做这个事情 不过台南这个 刚刚落幕的这个 五国联盟 以大英国血为主 这个英国 澳洲 纽西兰 还包括马来西亚 还有新加坡 这些五国联演 那在阿库子成立之后 其实这五国联演 其实媒体很少关注 还蛮 还没有很多 受到大家的关注 所以 但是你怎么样 看待马来西亚 又反对这个阿库子 但是他又 不是反对 就是比较激烈 表达比较激烈一点 但是他又参与 大英国血 所属的这个五国联演 那这五国联演 你觉得在整个 印太联盟 跟这个阿库子之外 是不是 还有跨了之外 是不是又存在着 某种 某种意义在 我们怎么看待它 对 那就马来西亚的 一个角度来看 他反 像我刚刚所提的 他反对的 阿库子 他的 的重点就是说 你不要破坏 我们区域 在当一个现状 使得另外一个强权 也做了某些动作 但他现有的 他比较维持 像比如说 五国联演 这样的事情 这其实是在 1971年的时候 他们就有 有一个这样的默契 这长久以来 他们本来就是 一个 而且他们就是 大英国血 有这样的过去的 这样一个 历史的 这样一个 这样的一个存在 所以这 某种程度来讲 他可能就是 一个例行性的 一个操演 但是在当中 英国 然后跟澳洲 这两个 阿库子人的 跃脚 也出现 这次 虽然没有 引起太多 的报道 然后他们也 没有刻意的 要去强调 我们这边 在做一个 所谓的反制 中国力量的事情 那 目前来讲 看来是这样 但是明年后年之后 那可能就不一定了 因为特别是澳洲 特别是澳洲 澳洲这样的一个 如果说 他有这样 美国的支持 然后还有 那个 应该说 美国的支持 还有他 因为 之前 中澳关系 不是 很差 非常非常差 对啊 然后甚至他们 还发布了 多少 被中国 给渗透了 这样的 一个 这样的报告 厚厚 两大本 这样 中澳关系 这样的差 情况之下 澳洲这样的动作 其实 可能会被 马来西亚 或其他东西 国家认为说 你想要当 区域的副警长吗 你 你可能 是不是想要在 扮演这样的角色 当然 其实澳洲 其实本来 就是对 那个东南亚 这边 其实视为 他不只是 他的后本 其实他近零 他认为 他其实 势力范围 其实可以 影响到这边 这样子 所以我碰到 其实不少的 那个东南亚 的学者朋友 其实都是 很多是留学 澳洲 或者跟 澳洲有某些 这样的一个联系 也就是说澳洲 在很多的 软实力的方面 而且澳洲 很多的学者 在研究 马来西亚 印尼 特别是印尼 我发觉 非常有趣的 一个这样的现象 他不管是在 硬实力 跟软实力 来讲的话 他长期以来 其实就是怎么样 就认为说 其实 我是在 东南亚这边 其实 有点像什么 我是在这边 一个领航者 这样 甚至他一些 援助 其实也都是 像澳洲 对动弱的援助 其实也蛮多的 所以他有点 比较带温 那现在过去强调一个 比较软性实力 或经济 或教育上面的吸引 现在美国力量在后面 在这种 所谓的新人战的情况之下 澳洲明显都水片战 那他会不会被透过这样的力量 来进入到这边来 那这个五国联合军援 这样当英国军援 这样的一个军援 在这边来讲 未来会不会变时 那我看也是有可能 所以你认为这个 这个澳洲可能想要 希望能够担负更多 不管在澳洲 往上往北 一直到所谓的南海这块 东斜这块 他都希望能够担负一个 比较更重要的地位 你觉得那马来西亚 或者东盟这些国家 他会怎么看待的 看待澳洲这种企图性 对 我想他们当然是 不太愿意 当然不愿意 所以说那个马来西亚外长 可以讲 我们要balance both sides 对不对 我们双方我们就要balance 那你balance怎么办 他作为一个夹内在当中 你在国际关系的理论来讲的话 你要当一个balance 你要么就是什么 叫什么 这个叫做 扶弱 这样子 那个压强 但是东盟这几个国家 他有办法扶弱吗 他有没有办法压强 他本身自己 没有办法当成一个balance 所以而且 而且他也只能靠着 大家坐下来谈 只要谈就好 那你可以看看东盟整个发展 发展的 这么久之后呢 他们最大的 最大的 做法 就两个特征 一个是不甘身的一阵 第二个呢 要共视觉 共视觉 单单这两个呢 就你就可以看到 东盟东邪 他很多的宣言 他的文字都非常的怎么样 伟大 高尚大 然后都非常空泛 这个也只有大家所有人才能够接受的东西 如果再detail一点的话 大家意见就很多了 这样以南海 如果你来讲 在2016年的时候 不是因为那个南海问题 菲律宾告上 告上那个国际仲裁法庭吗 这样事情 后来判决之后 菲律宾胜诉啊 在还没有判 在之后呢 东协举行峰会的时候呢 菲律宾就反对 反对越南 反对菲律宾 要将那个怎么样 那个团结一次呢 对抗这个 那个反对中国 那个要求中国 来 来遵守那个 国际的这个政权 那个这样的话语 就被反对了 就被菲律宾给反对了 这样子 然后他就弄不成了 这样子 所以你东协来讲 你就知道说 他长期以来 大家都坐着谈吧 反正就靠 靠时间 然后慢慢的演变 然后靠什么样 护文图发的事情 然后大家忽然可以做 某些事情 不然来讲 他的决策是非常缓慢 要能够达到共识权 能够特别是 能够让东协 有共同的外交等等 他还非常非常非常远 他事实上 他只是一个非常 某种程度来 我们不能说 他是闪杀 他是还蛮善的 他是一个一盘闪杀 没有错 但是试图都要 做某些连结 即使他们有很多的 东协高峰会 部长节的会议 大家谈来谈 谈来谈去 但是能够 实际上 没有能够落实的呢 大概屈指可数吧 屈指可数吧 我们可以继续观察一下 整个东协东盟 跟澳洲之间的关系 这是在印太 跟阿库子的联盟之下 可以观察的一个指标 最后我想跟你谈谈 刚才很有趣 你提到这个 马来西亚 最近这个 过去一段时间 也大概20出头年 开始所谓 实施第二家园的计划 吸引了不少人移居 马来西亚 不过我们看一看 马来西亚 整个马来西亚 或者东协很多国家 其实外国人很喜欢 那其实最近这些年来 华人 尤其中国大陆的华人 移居这个马来西亚很多 这个包括吉隆坡 包括槟城 事实上早期台湾 也不少人 这个台商前进马来西亚 世界台商总会 前会长这个李芳信 他就在马来西亚设厂 而且做得非常成功 而且你刚才 不过你刚才提到的 就是这个林教授 你刚才提到 就是说马来西亚 现在其实基本上 以马来人至上 华人的政经地位 是慢慢在剥落当中 那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马来西亚又吸引了很多 外来的所谓宜居客 那当然因为可能 是不是你可不可以分析一下 为什么马来西亚 这样的第二家人的计划 他当初成立 或是使用这个计划 启动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知道经济 创造经济 还是要消费 还是说到底这20年来 有没有真正达到他的目的 那到底是哪些人 最喜欢移居到马来西亚 是 其实我们看他这个政策 是他们哪个部会主管 大家可以这样 可能大家可能没有猜到 他的主管部会 是旅游文化艺术部 所以他一开始 他就是以观光音 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 然后缤纷色的 然后多么适合人 他是一个这种吸引外国人的 来常驻 不是你来观光椅子而已 希望你来这边常驻的 这样一个的做法 所以他本身 他就是一个吸引 类似像那种观光政策的 这样的一个倾向 是比较大的 那大概 大概从2012年到2019年吧 大概据估计 据马来西亚本身的 他的一个这样的估计 大概吸引了多少人 我想一下 我上次看到他们一个报告 是怎么样 2012年到2019年的这个报告 大概吸引了大概 5万7千多人的外籍人士 其中 其中站队就是 中国中国大陆的 的那个 移居过来的这样子 第二个就是日本 英国 孟加拿 韩国 新加坡 等等 这样子 那他们还统计 大概这 2002到2019 大概有 这个收入 大概 28亿多美元 哇 很大的数字 很大的数字 灯干 你看每年 多少这样的钱进来 而且他还 那个就是在本地花 就在本地花钱 这样子 所以说 所以说 即使是去年 即使是2019 即使是2019年 疫情爆发 2019年的年末 疫情还爆发 在疫情爆发之前呢 35%的申请 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你显见的 马来西亚 似乎 进了很多 那个香港 中国大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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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移民来 那我觉得 我觉得 其实我个人 其实也非常有经验 其实我们家 小朋友小的时候 其实我也搬他 去马来西亚 就是朋友 一起去看 那个边的 那个 国际教育 现况 马来西亚的 国际教育 真的非常发达 听说办得很好 办得很好 而且 国院 办得非常好 对 而且各种体系都有 你要发 日本的 英国体系 美国体系 都有 当然你去读 这些国际学校 但不是留英 留美 留日 留发 真的包含留澳 等等这样子 你选择非常多元 而且相对来讲 他的学费便宜 然后在那边生活费呢 不贵 所以很多的 我想我想那个 因为中国大陆的很多的家长 其实为了下一代 其实中国人很喜欢投资 下一代啊 这种求学 那个带着 很多很多都是那个妈妈 爸爸去办 然后妈妈带着小孩去住 就是来照顾小孩 陪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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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是这样一个这种 这种情况 这样 所以他的国际教育 非常非常的 就高中以下的那个国际 像我上次去看的那一 上次就是几年前啊 我带我们家小孩子去看啊 那是柯林顿前总统啊 柯林顿基金会啊 他在马来西亚所办的一个 academic这样子啊 对啊 对啊 所以说你看 而且他不是只有一家而已 这样子啊 所以他的这个 而且 某种程度来讲 马来西亚那种双语教育 其实应该说是多语教育 中文 英文啊 还有马来文的那种 多语教育 其实非常非常普遍 所以说 在我接触的马来西亚的官员里面 普遍来讲的话 不管中央层级 跟地方层级的英文 都还蛮还不错 还不错 还不错 所以这是有他们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优势 当然大英国协的前的成员 当然也有这样优势 那第一个就高等教育来讲 我们刚刚讲都是高中之前 高等教育来讲的话 他也非常发达 虽然我们刚刚提到说 本地华人的升学 因为固打制的原因呢 那个有很多的受限 但他的私立大学里面 其实非常非常蓬勃发展 像比如说 他一个蛮有名的 实力大学叫双威大学 我看到他那个program 他就是这样 前两年在法兰西亚读 后两年到 Wisconsin Madeeson去读 这样子 Madeeson是很好的学校 很有吸引力 很有吸引力 我直接到美国去读的话 那个学费都很贵 加上你是外国留学生 对不对 我前两年先在马来西亚这样读 然后读这样转型借课程去 我只付两年后面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高的学费 我可以拿到双威跟Madeeson的文凭 就这样的双联学位 而且不只是2加2 3加1等等 他的那种多重管道 那个真的是不是大陆跟 跟那个台湾的那个高等教育 是能够看得到 非常弹性 非常灵活 特别在私人教育这方面 因为甚至连包含那个 University Nodingham 他在那个地方 他在马来西亚也有分校 哇 赚钱赚到那边去了这样子 所以在一个这样 这么教育这么蓬勿发展 然后在那个吸引 为什么吸引那个 那个香港人 还有那个大陆人过去 教育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然后那个相对来讲 物价便宜也是一个因素 还有房价便宜也是一个 还有最大的因素怎么样 你在槟城 你讲中文都讲得通 你不会饿死 你不用学马来话 没有问题这样子 集中坡 有些地方 也是类似像这样的情况 所以你很好适应 尤其是那个老人家 更容易适应的这样 他不用特别在另外学英文 学马来文 这是我想这是一个 这三点来讲的话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吸引 不过你刚才提到这个 马来西亚政府 还有政权轮替的问题 还有政府更新的问题 会不会影响到 这个所谓第二家园的计划的实施 这个从2002年到现在 已经快将近20 之前好像疫情之前 你刚才他都提到说 好像有些变动 现在又开始重新开启 到底现在情况怎么样 现在好像就 他们在8月12号之后 就宣布说 那个10月 就刚刚刚刚刚启动 刚刚启动第二家园 重新再开放 但是规定变远 规定这么变远 过去来讲 过去来讲的话呢 他们只是分成50岁以上 50岁以下两组 现在还是分两组 但是分成35到49 跟50岁以上 也就是说年轻人 35岁以下年轻人 不能申请这样子 那你看看吧 刚刚我们所讲的是怎么样 很多的父母啊 父母他们可能小孩 还小来念国小 国中 年纪大概40岁上下 30几岁到50 一定是50岁以内 那这样子 这样的吸引力 就是因为 因为这样的新的规定呢 那大概就慢慢没有 这样子 我就是要带我的小孩 去那边读国际学校啊 结果我因为 我那个小孩 我没有办法 让他在国小的时候 我35岁以下 我就没想 我要等到他在 那个中国 或是台湾呢 念到国小以上之后 我中我才能 那我就觉得太慢了啦 太慢了 这个可能会 当然都会有影响 第二个是有关于资产的部分 这样子啦 像我刚刚一开始就讲了 他那个 你那个流动资产 就是你的定存里面呢 还有那个 你的每月的 那个海外收入要多少 提高三倍到四倍啊 这个铁定会有影响 这样子啦 还有居留年限 从十年变成五年 这样子啦 就减少了这样子啦 还有过去要提供 那个什么 那个 只要申请人提供 良民证就好了 现在 包含申请人 包含家人 全部都要提良民证 规矩就变多了 这样子 而且 更麻烦的事情 他们 比还 还做 有点类似像移民间 这样子啦 你一年之内 必须要在 马来西亚停留 至少九十天 过去没有 过去连一天 都没有都没有关系 那你等于说 那我申请的 如果是办法的话 那我在那个 大陆的台湾 有工作怎么办 我没办法回去啦 那现在就要我太太 直接这样子 单单过去啦 对啊 就可能就变成这样子 那每多住一个人 要多五万马元 这样子的存款 等等这样子 证件费也要提高 等等这样子 总之他把它变成非常 就整个水准都提高了 我相信这个应该会挡下 很多人的 很多人 很多的人的念头啊 这会产生一个 很大的影响 不过我们 我们知道东南亚国家 其实在西方国家来讲 或甚至东北亚来讲 都是一个很好的旅游圣地 包括像菲律宾啊 包括越南啊 新加坡 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啊 都大家都都知道是很有名的旅游圣地 你觉得几个国家啊 如果把马来西亚拿来跟比较一下的话 相对的几个国家来讲哪个国家比较适合退休呢 或是说西方人退休 或是两岸的大陆的 或是台湾的 或是甚至日本韩国 香港 要移居到东南亚去退休 依照你的经验 或是分析呢 我确实有在考虑这样子 我将来退休 我去到东南亚 感谢你提早让我来 那个思考这个问题 这样子 目前来讲 我个人觉得 以那个 第一个当然就是它的消费水准 消费水准来讲的话 新加坡最高 这不用讲 但是你在马丽娜也好 吉隆坡也好 甚至亚加达也好 它在市中心的消费水准 不见得便宜 不见得 所以说如果说 你是一个退休人士的话 其实呢 目前来讲的话 我觉得马来西亚 还是一个比较 相对来讲 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它基础的建设有 没有那么不好 然后它基本上 也没什么 也没有台风 也没有地震 也没有火山 然后 治安来讲的话呢 相对的良好 然后房价呢 基本上还OK 而且如果是对华人来讲的话呢 有那个刚刚所讲的 槟城啊 等等地方 讲中文是没有问题 但是西方人的话 你讲英文也都能够通 所以不少澳洲人就住到 那个退休就住到 马来西亚去啊 所以马来西亚在 整体的评估之下 其实相对来讲 其实还蛮适合 适合退休 但是我也有另外一个国家 可以考虑看看 它其实也蛮多 特别是欧洲人 喜欢去那边退休 那国家是柬埔寨 对啊 那我在柬埔寨 做一些田野料查 发现很多的西方人 那个傍晚啊 或者下午之后呢 再跟我一起晒太阳 那样子 很多 而且年纪都还蛮大的 然后因为柬埔寨的 所得是 消费水准是很低的 虽然金边 它的那个消费水准 相对来讲 是比较高的 但是比起西方来讲的话 还是相对便宜的 你拿了一笔退休金 到那边去 其实是 然后还有第二个原因 你不能单靠退休金嘛 那马来西亚利率 比那么高 柬埔寨的利率很高 在三年前 它还有年利率 还有12% 现在还有8% 现在还有 对啊 现在还有8%左右 当然你这个 必须要把它 换成当地的减币 会利率会更高 不过当你会觉得说 会不会有那个会场 他们也可以存远 不过就有观察 近四五年来 因为金不债的经济呢 相对来讲 是平稳地在成长 所以它的那个 币值会来讲 是稳定的 大概 大概是稳定的 这样子 所以 所以我就听说 不少人呢 确实有 我因为去 反问一些银行嘛 我就问说 哎 你们这边外国人 开户的状况是怎样 有很多人 类似说 就那个 拿了硬币钱 然后就在这边生活吗 这样子 他说这种人非常多 也就是说 你到那边 可以靠你的利息 你不会做资产工 你的利息 就可以让你生活 在那边 任何人都可以开户吗 任何外国人 都可以开户吗 目前来 在两年之前 任何人都可以开户 而且只要是观光圈 也没关系 但是两年前呢 改了 你必须要拿到 要申请那个 那个商务圈 商务圈也没问题啊 对不对 那你只要有一个 当地的联络的地址 联络的地址 这某些的企业公司 也会帮你想办法 这个 就很多的部门公司 可以帮你想办法 这样子 那那些西方人 在柬埔寨大部分都是 租房子呢 还是买房子呢 租房子居多 租房居多 因为他们是 那个二楼以上 退休嘛 退休我只要租就好 这样子 对啊 所以这个可能是 将来也是一个 考虑的地方 所以我也越来越要深入 研究柬埔寨 下次我们请 林主任来讨论一下 这个柬埔寨 我们来 开极这个柬埔寨 讲完本来 讲柬埔寨 不过最后 最后 最后 极可严肃的问题 华人从15世纪 就在马来西亚 就移民马来西亚 不像刚才我们提到 现在移居 最近就二三十年 两岸香港 新加坡 日本是移居 移居这个马来西亚 15世纪就有华人 移民这个马来西亚 19世纪因为采稀矿 更有大 大批人 下南洋到马来西亚去 你觉得未来 马来西亚 如果这样以马来人 至上的话 华人现在在未来 在马来西亚 怎么样自处 它的发展空间 是不是一定 受到某些局限限制 是 我相信在目前的 中国来看的话 它一定是受限的 只要大马人主义 这个不改 华人就会受到 很大的限制跟影响 他不改的话 单单你学生求学 就没办法 没有办法能够 让你下一代 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 被逼得往外走 那往外走 基本上带不回来 我们看到 如果说你的 你家的家里的小孩 如果他是大学 是在外国读的 基本上他就变成 接受外国的教育 他大概不会回来 他回不来 他就回不来了 大概就回不来了 那你回来的话 你还想说 那个工作机会有没有 那我在这边 会不会受到良好的 有没有发展空间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在对马来西亚的华人来讲的话 很多的以大马人 至上的这种一样的经济政策 分配政策 升学政策等等来讲 都非常的不友善 所以他们都逼得往外跑 所以这个对于 如果说是 如果说要移民到马来西亚的话 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退休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个提到重点 这个我们都开始关心怎么样退休的问题 又可以开一个东南亚退休篇 这个倒可以 对对对 我们可以请这个林教授稍微在深度研究一下 我们来开一个东南亚退休篇 因为东盟实在是越来越重要 在整个全球地缘政治的影响 他的人口很大 他的现在东盟现在只有七个国家 东协只有十个国家 他人口七亿多 已经远多于欧盟二十四个国家 所以未来的潜力 加上这个中国跟美国 在这个区域的这种较劲 好像澳大利亚也要 刚才陈德林博士讲也要参一咖 所以未来这个东盟 还有南海会越来越重要 好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个谢谢林教授 林主任那么样的深入 非常精辟 我们从这个马来西亚的政情 谈到马来西亚怎么样退休 还谈到柬埔寨 我觉得蛮好的 OK谢谢 谢谢林主任 谢谢 谢谢 谢谢赵敏兄 谢谢 谢谢林主任 谢谢这个林主任 现在在文早外语大学 东南海学系的系主任 也是这个谢谢他 我们有机会呢 再请他来帮我们分析一下柬埔寨好了 OK 今天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 我们谢谢所有民进观众来观看我们这一期的这个民进专访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您收看民进火拍 敬请您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并分享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我们下载了